那八 男人急吼吼打来电话 玉梅 眼看过年了 也还不赶紧回老家 他不慌不忙 急什么 于过年 还有二十二天呢 腊月念三 想年以后再说吧 男人气不打一出来 苏玉梅 你在外面风味一年 这是新跑野了呀 过年还不赶紧回来 他正在雇主家 有条不稳做饭 听到男人难听的话 不由得皱紧的眉头 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山药枸杞莲子粥包好了 补皮养胃 生津安神 很适合老人家 他准备再做两个菜 老先生老夫人讲究养生 都喜欢吃得清淡一点 他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掀起了锅盖 甜香的气息迎面扑来 红红的枸杞 白白的莲子 煞是好看 男人等急了 以耳朵里顺势塞了鱼毛了 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在外面有了相好的 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出来 玉梅生气地说 我在上海吸金苦苦挣钱 都是为了举驾 你说是人话吗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男人火冒三丈 一来胜瘦的老婆 也会跟他顶嘴了 他拎起手边的破茶杯 想劈头盖脸砸过去 可惜 老婆在千里之外 他根本摸不着啊 他暴跳如雷说 家里有老爷们挣钱就够了 谁稀罕你一个女人 抛不露面 这一年 比春生简直烦透了 农闲时节 他每天 在县城打点零工 运气好的话 能挣百十块钱 可是回到家里 冷锅冷灶 冷床冷枕 一口热乎饭也吃不上 他春夏秋冬的衣服 穿了一个便 全是脏的 再没一件干净的 只好挑招拣拣 找一件勉强能穿的凑合 前几天 他的上衣掉了一颗扣子 裤子裂了一道口子 七七残残 也没有人得缝缝补补 他只好去去爹娘的院子里 让七十二岁老娘帮忙 还不得不听老娘的唠叨 老太太给他白眼瞧 老大呀 你一个大男人 连媳妇也看不住 让他跑到外面去 丢人现眼 他忍不住争辩说 娘啊 玉梅去上海做保姆 叫什么家政服务 也是这儿八斤的工作 一个月挣八千呢 老娘带着老花镜 一边缝扣子 一边吃笑 啥保姆啊 以前叫做老妈子 专门伺候有钱人的 老太太刻意忽略了 大儿媳挣八千块钱的事实 儿媳就不该比儿子有本事 否则 老太太心里酸溜溜的 老太太继续嘀咕 农村女人吗 就应该本等分寸 伺候男人和孩子 撂下一大家子 跑出去 像什么话 比春生心里也不是滋味 按说媳妇每日挣八千是好事 她每日顶拨才挣三千 她是五十岁的人了 婚姨已经出嫁 不用操心 可是 她还有一个宝贝儿子 在上大学呢 儿子上学要花钱 给儿子买楼房要花钱 娶儿媳也要花钱 钱又不是大风挂来的 然而 媳妇比她挣得还多 咋人心里那么不舒服呢 她不懂什么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她只知道 在这家里 谁挣钱多 谁的腰杆就硬 谁的嗓门就高 这一年来 老婆越来越脱离她的掌控了 她心里隐隐有点慌张 老娘不开心地说 老大呀 眼看过年了 让你媳妇早点回来 扫房子 做腊肠 打年糕 蒸豆包 包饺子 都等着她呢 她也想让媳妇早点回家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才是男人该过的生活 老娘继续说 我老了 干不动了 你弟弟妹妹两家 好不容易回家过的年 没人干活可不成 她只好嫩嫩地点点头 她是老大 语音照顾弟弟妹妹 她回到冰窖一样的家里 认子里乱七八糟 没人收拾 北屋也一样 一只小板凳翻倒在地 差点把它绊倒 她心里有气 一脚踢了过去 哎哟 她抱着脚 疼得呲牙咧嘴 越发生媳妇的气了 这个不安分的女人 她才是家里的顶梁柱 她不想承认 是她离不开老婆 不是老婆离不开她 她想着 我一会多说点软和话 先把老婆哄回来再说 没想到 多年来的惯性 太可怕了 她一张口 满口都是指责 把媳妇惹毛了 苏玉梅竟然针锋相对 李春生 也还好意思说 就你挣那撒巴俩枣 够干啥的 她跟机关枪一样 也要抽烟 一天抽两盒 还总跟胡鹏狗友喝酒 再塞定你爹娘一半的钱 儿子的学费 差点拿不出来 她恼羞成怒 跳脚骂 你给人家当老妈子 正雅臭钱 有什么了不起 玉梅气笑了 我靠双手挣钱 挣干干净净的钱 我就是了不起 说完 玉梅巴基一下放了电话 李春生要被噎死了 她老婆再也不是 那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了 这是要反天呀 玉梅一字一句 全都对了回去 顿时感觉到神清气爽 这些年 她总是一再忍让 一退再退 把男人当作天 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男人 对她的不尊重 婆家一家人 都对她不尊重 认为她当牛做马 是应该的 男人还变本加厉 稍不如意 男人就摔盆子摔碗 甚至拳打脚踢 有时候 男人干活累了 还拿她撒气 那一次 她给男人成为一碗 刚出锅的葱花鸡蛋打卤面 两人口嚼了两句 男人二话不说 把滚烫的面条 直接撒在她头上 顺脖子流面汤 脸上 脖子上一片通红 起了一串水泡 她是怎么忍受的 她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十六岁的儿子不干了 钻了拳头 冲着她爸怒吼 你再欺负我妈试试 男人愣了一愣 原地跳脚 熊儿子 反了你了 我是你爹 儿子的个头 窜到了一米八 额头青筋暴跳 丝毫不落下风 你说我爹也不行 他又想哭 又想笑 儿子长大了 直到踢他出头了 女儿不会打架 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 女儿初中毕业后 就外出打工了 无论吃的喝的 都惦记着她 还别说 从那以后 男人收敛了不少 儿女护得她这个妈 她也得为儿女着想了 女儿出嫁时 她没得什么彩礼 因为她没有钱 她说了不算 内心愧疚得要命 女人 伸手向上的日子 不好过呀 她想要几块钱 买油盐酱醋 也会受到男人的一顿冷嘲 热讽 男人瞪眼 不会省得点花吗 整天就知道 要钱要钱 你知道钱多难挣吗 她可以抽烟喝酒 打几圈小麻将 也不肯把钱轻易给老婆 原带着公公婆婆也瞧不起她 因为全家 就她一个人不挣钱 小叔子两口子都是公务员 小姑子两口子都是老师 她和老公 帮的公公婆婆 耕种三亩田 种的粮食和蔬菜 都给老人背过去 老人有病有痛 都是她过去伺候 做饭喂药 伺候得无微不至 可是婆婆对着她这个大儿媳 总是搭歪着脸 婆婆对着小儿媳 笑得跟朵花似的 总花小儿媳孝顺 不就因为小儿媳大学毕业 人家还是公务员 老太太觉得脸上有光吗 小姑子也是婆婆的心丹肉 婆婆见不得小姑子受一点委屈 别人都不能受委屈 但只有她这个老老实实的大儿媳 受委屈了 受委屈 她不怕 就怕不被人当人看 她的付出没有一点回报 她刚到上海 人生地不熟 也没少受委屈啊 保姆这个活也不好干啊 有的雇主很挑剔 有的雇主很小气 有的雇主乱发脾气 她换了好几家 在这一家干了半年了 老先生 老夫人退休金加起来两万五千 他们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老先生不管事 老夫人就难伺候多了 老夫人挑剔她做饭的手艺 挑剔她打扫卫生不干净 挑剔她买的菜不新鲜 老夫人就像严苛的老师 让她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不过 严格要求也有好处 这半年 她的厨艺突飞猛进 老夫人还夸了她几句 好在老太太一点不空门 该给她的八千块工资 一分不少 她觉得 在工作中受点委屈 是应该的 她做了两个菜 素三鲜和芦笋虾仁 还挣了一锅 小巧玲珑的小笼包 一个的小包子 像一朵朵洁白的莲花 老夫人颠吃边点头 还不错 大有进步 玉梅 也有做饭的天赋 她如果开了花 做饭的人 就喜欢别人 吃得香甜 五十月过后 金凤在保姆区里发消息 春节我要回老家 谁能帮我做提供 一天两小时 双倍工资 每天得一百六十块钱 她引以有点动心 她做住家保姆 每月工资八千 每天能挣二百六十六元 每天下午到晚上之间 她有两小时属于自己 金凤跟她在一个小区 走过去 当不了多长时间 二百六十六加一百六十 等于四百二十六 每天就月四百块钱了呀 过年 她到底要不要回家呢 还不等她纠结 第二天 男人又给她打电话了 这一次 男人放缓了乙气 玉梅 咱当说了 让你过年早点回来 惯一点腊肠 让弟弟妹妹他们拿回家去 玉梅心里不痛快 每年都是这样 她为一大家子人当牛做马 年前 她要做那么多腊肠 每个环节都很费劲 用上好的五花肉 和各种调料 最后 婆婆把这些腊肠 都给了小儿子 小女儿 一根也都给她上 男人又说 你早点回来 帮咱爹娘打扫一下卫生 购买一下年货 打年糕 蒸年豆包 炸丸子 蒸包子 都要提前下手 玉梅依然不想吭声 所有这些活 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干 男人似乎看得没动静 有些着急 玉梅 你听我说话没有 婆婆 在旁边更着急 抢过电话说 老大媳妇呀 马上过年了 早点回来 一大堆活等着你干呢 玉梅无语了 小叔子一家人 小姑子一家人 每年到大年三十才回来 而且 两只肩膀 只扛着一张嘴 婆婆 偶尔搭把手 她和婆婆两个人 包十几口的饺子 累得腰酸腿疼 大年三十 到正月初六 她们看电视了 看电视 打牌的打牌 刷手机的刷手机 她一个人 做一大桌子菜 南天北咸 东辣西酸 每个人口味还不一样 弟媳还挑刺 大嫂 你做的菜 打死卖盐的了 咋这么险呀 小姑子掘嘴 大嫂 我儿子爱吃油闷大虾 你怎么没做呀 吃完饭 堆排狼藉 没有一个人帮她收拾 厨方还没有一点热乎气 她刷一大堆网弹 手上都裂口子了 她家闺女出嫁了 她一家三口 小叔子一家四口 小姑子一家四口 再加上公公婆婆 一共十三口人 也就是说 她一个人伺候十二口人 自始至终 没有一个人心疼她 只因为 她在这个家里 没有发言权 没有地位 何况 她才四十八岁 儿子等着花钱 她也想攒一些钱养老 男人是指望不上的 于是 去年春节过后 她就跟着表姐到上海找工作了 婆婆看她不出声 着急了 在电话那边对大儿子吼 你也不管管你媳妇 去外面待了一年 这是新野了 过年还不回家 男人咬牙切齿 苏玉梅 你到底回不回家 她反而轻松地笑了 下定了决心 她要留在上海 继续做保姆 抽空多替工 昨天 她对老夫人输过了 老夫人很赞成 还对她说 你只要不耽误做晚饭就好 女人 就是要靠自己 玉梅大声说 经年过年 数不伺候十二口人了 我要留在上海做保姆 做替工 一天能挣四百块钱 男人想 一天四百块钱啊 自己打零工 一天才挣一百 是自己的四倍 婆婆却不乐意了 老大 看到你媳妇 钻到前沿里了 玉梅挺直了腰板 婆婆 我就是钻到钱眼里了 我挣钱 我快乐 我离开了任何人 自己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婆婆气得哑口无言 男人的心思也有些活发了 老婆这一年 雇主管吃管住 净挣了十万 照这样下去 给儿子买房 好像有希望呢 男人就劝老娘 算了 他不回 就不回吧 缺他一个人 照样过年 老娘却急眼了 拿起拐棍 敲打儿子的头 说得轻巧 过年这么多火 你带呀 手机没有关 母子俩开始吵吵起来 苏玉没摸摸鼻子 她好像在坐山观虎斗 有点不太厚道 她过年不回家 不伺候一大家子人 有错吗 我表在沙岛